好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花博新生园区附近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呢 如果您在新生园区逛的是迷宫花园的话我们要告诉您了 旁边的四号出口走出去正对面就是吉林路 吉林路上有一家很有名的港式花雕鸡 另外呢还有超市沙这个沙锅粥 一样也是在吉林路上里面招牌的这个螃蟹粥 摻着蟹黄味道非常鲜美 如果你是在花博新生园区附近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呢 这里有港式花雕鸡 只要你从迷宫花园附近的四号出口走出来 正对面的吉林路一直走就会看到 热腾腾的花雕鸡一开锅就香气四溢 比起一般有汤的火锅用酱汁干烧的花雕鸡味道更香浓 光是烟漬就有pepper 不只花雕酒还得加上十几种中药材香气才会够 就连天王级的刘德华和周润发都爱这一味 用米酒加上中药材炖煮的天然高汤 放进沙蟹和蛤蜊就是鲜甜又滋补的沙蟹锅 每天限量供应是每桌必点的开胃前菜 我们这个最少都要五个小时起跳 对 最少要靠五个小时 五个小时 几乎已经是半天了 从花雕鸡之外 新生园区迷宫花园附近 还有一个潮氏砂锅粥 一样从新生园区迷宫花园旁边的四号出口走出来 正对面的吉林路就是 米粒吸满高汤但吃起来又粒粒分明 潮氏砂锅粥的浓稠感可不是靠勾芡 而是用四肘米加上中药材炖煮两小时 北枯滑稽粥和螃蟹粥都是这里的招牌 都是用活的海鲜下去煮粥 所以粥会很鲜甜 媲美海产店活跳跳的螃蟹 一锅粥用上一整只 连蟹黄都挖出来 融在粥里 吃一口满是螃蟹的鲜甜 粥有名的可不止广东 潮氏砂锅粥尝过一次 彻底颠覆你的味蕾